用眼看世界,用心听新闻,这里是废典新闻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即将进入第八个月 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消耗战 随着战争的持续,乌克兰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军事和财政压力 从军事方面来讲,乌克兰军队的动力和坚韧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大俄地毯式覆盖的炮火下 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的人员和物资损失惨重 虽然西方提供的先进武器正在战场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例如海马斯、M777 乌军可以利用他们打击俄罗斯的补给线和后方阵地的关键目标 但总体来说西方武器援助的速度 还是不能完全满足乌克兰前线战争的需要 乌克兰的经济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经济活动激进崩溃 国民年产值预计今年将萎缩超45% 由于战争需要 乌克兰每月至少需要50亿美元来弥补其预算缺口 但来自外部捐助的资金却远远不够 在最近的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上 西方国家向世界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团结 各国承诺继续大力支持乌克兰 但随着冬季的迫近 经济和政治环境将考验西方政府的决心 相比乌克兰 虽然俄罗斯也遭受了严重的人员和设备损失 但俄罗斯暂时没有国内政治风险的问题 而且天然气等资源仍然源源不断地疏往国外 虽然受到西方各国的制裁 而不能进口高端的芯片和武器设备 但俄罗斯可以动用其庞大的武器库存设备 来弥补前线的损失 虽然这些老旧武器设备很多已经过时 但这不会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战斗的能力 有决定性的影响 普京同时相信 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严重依赖给莫斯科 带来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尤其是在欧洲冬季临近之际 预计从10月下旬至11月初开始的 俄罗斯乌克兰长达5个月的冬季 将为莫斯科的军队提供优势 俄罗斯的冬天可以使气温 从零下十几摄氏度骤降到西伯利亚的零下45度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 俄罗斯三次免于被完全征服 包括1709年查理12世国王 1812年拿破仑麾下的强大法国军队和二战时 德国入侵俄罗斯 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天没有站在俄罗斯 一边是在1939到1940年 当时芬兰被苏联入侵 芬兰军队挡住了强大的红军 甚至还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进攻 持续有增无减 尤其是在顿涅茨克地区 乌克兰正在期待并准备迎接一个漫长并可怕的冬天 对严寒气候 担心的不仅仅是乌克兰政府 欧洲各国也存在着明显的紧张情绪 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 依赖俄罗斯的燃料供应 俄罗斯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使用量的40% 四分之一的石油进口和近一半的煤炭进口 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加大军事压力 以确保完全控制顿巴斯 然后趁机向乌克兰提议停火和谈判 这样的结果将巩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领土收益 又能使普京能够在国内宣布胜利 并以此安定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 如果乌克兰拒绝这样的停火 普京除了可能切断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之外 普京肯定还会探索各种方式来削弱西方政府内部和各政府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所以说在乌克兰问题上 各政府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并坚持到底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是当战争可能进入寒冷的冬天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节目内容 贝典新闻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咨询和时事评论 欢迎订阅 按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啦